就来讲就是说电子商务核心竞争力和案例分析 价格厮杀是电子商务核心的竞争力吗 大家会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不讲这个问题大家认为是吗 就价格厮杀是电子商务的核心竞争力 好 我现在呢不来回答是是还是不是 我想你听完这就是说 我的一系列的分析之后呢 你可能会改变你现在的这个想法 那既然讲价格厮杀的话 是不是电子商务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必须要讲就是说 我上次抛出来这个话题 就是如何看待京东苏宁 其实国美呢是在8月14号的晚上9点 通过这个新浪科技频道发出的这个 他要加入这场战争 他起哄让他的股票一再跌 本来他今年的这种盈利状况 和去年下半年的盈利状况 都被人家这个苏宁给赶超到三倍了 甚至对不对 包括他的内容 你如果说你给这样的抗衡 而且国美的这个电子商务 就是说是他从07年就做电子商务 那时候就找过我 做不起来的 到08年就出事了 然后两拨两拨人做电子商务 为什么现在库巴做的好 库巴也不是他的呀 库巴是他并购了对不对 收购了之后 才有了这个国美旗下的库巴网站 那还有他的国美电系商城 可以说做的一塌糊涂 相比较就是真正的电子商务来说 当然也卖了钱 卖了钱 但未必是真正能赚钱对吧 他的投资很高呀 那也就是我通过 我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呢 实际上我这微博 大家会经常看我微博就知道 我往往是在微博 是起一个预热的作用 其实和讲课 看着并没有真正的逻辑关系 但所有的内容 实际上都在微博都提到了 只不过微博是一个寒杀摄影的 把我的观点呢 预盖预演的 说了一点点而已 第一就是电商和传统PK价格战 挑战价格底线 这一定是挑战价格底线的 一个PK 但是说未必是真正的挑战成功的 从企业上来说是成功 对消费者来说是被骗的 第二个就是说 股市的跌跌涨涨 甚至包括苏宁后来 嘎人而停了 炒股的人都知道 对不对 这也不符合股票的逻辑规则 价格的高高低低 关键有一点 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这次价格 真正相同的产品没有多少 所以你怎么去比较它便宜 对不对 同样产品在京东有 未必在苏宁有 也未必在国美有 所以说这就 之间他们玩的猫腻策略 让这种就是消费者 想着百度一下 或者谷歌一下 甚至上它几个网站比一下 你很少能找到这种相似的产品 看它相似 型号不一样 你怎么来比 怎么来PK 所以说消费者就傻了 要不我去国美的电器看看 要不我去苏宁看看 你走路的功夫网上没了 对吧 就是这样子 第三个呢 就是说同款产品提价再降 就是说 降了再降 再升 让消费者永远找不到真相 银行数据结算预冷 京东复兴销售额 两亿存余 你看看这个京东 一上午的时候 8月15号 刘强东在那 就是说 自娱自娱说 我已经有两亿了 对吧 按照正常的这种速度 京东每一天卖一亿 真的是不为过的 如果是京东没有撒谎 按照他这种就是说 炒多量 一上午能卖两个亿 这个数据也可以 也不是说特别存疑 但说苏宁未必 对不对 苏宁和他就是说 他不是差的一心半点 去年整个苏宁 看了大家知道 做了那么多广告 才卖了59个亿 什么概念 对不对 有些消费者 我宁可在苏宁店去买 不上他的网站买 这就是消费者的心态 这是不上网消费者 不理智的消费者的心态 有的消费者觉得 网上可能比电台贵呢 都有这种可能 所以说呢 包括银行的调研系统 拉出来一看 没有那么多 只是说银行人士说的 网站的流量剧增 吸引眼球迅猛 这话是真的 究竟是说 剧增了多少 我会在下面的案例当中 去剖析 我最后想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技术领先 消费者为京东疯狂买单 符合电子商务的逻辑思维 其实我今天讲京东 并不是说想告诉大家 我给京东多好 或者说我赞同京东 多少多少观点 其实不是这个道理 我就是想通过京东 来告诉大家 就是说是 一个电子商务网站 能走到今天 它不是偶然的 它一定它的背后 它的成长 在艰辛的过程当中 它有它的发展规律所在 如果说你违背了 这种发展规律的话 你有可能死得比谁都快 如果说你没有违背 你可能成就得更好一些 价格战对京东合适 未必对传统行业合适 其实价格战 没有电子商务之前 也一直在做价格战 对不对 自古以来都在做价格劈开 江南的延商 对不对 我把你害死了 最后我的所有的盐 全部翻倍 很正常 但是价格战 只能导致的什么 恶性竞争 如果说你垄断了 学资本主义那一套 我想把我的草莓 卖到十块钱一斤 可以啊 我把对面的 全部都给攻击了 对不对 我就说对面的不新鲜 怎么怎么的 都可以 你用策略 用黑帮也行 把对面打一顿也行 这是你的策略 聪明的人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不让人看出来 然后你再玩 你的价格策略 价格它一定是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但说是 如果说价格劈开 你触动价格底线 打价格战 它真的不是我们电子商务 一个核心竞争力 因为你玩我也玩 其实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一定要给别人不一样 而且要玩到极致 假设你的产品设计 在市场上 别人就无可替代 对不对 提夫尼之所以是提夫尼 他的产品设计独特 虽然中国那么多珠宝 甚至周大福 周春风也在克隆 模仿他的款式 但消费者还是说 我买提夫尼 哪怕去了周大福 做一个定制 我买经典六爪箱的 提夫尼款 气得周大福都要吐了 这是消费者的一种心理 那如果说 你要改变消费者 这种心理状态 可以 你一定学会扭转 扭转他的心理状态 也就是说 你怎么去教育消费者 对你认可 对你的品牌认可 这样子你的企业 才有可能走得更好 目前电子商务 是一种什么状态 接着我上节课的话题 抛出来 我们今天大概的了解一下 我快速的读一下这张数据 大家脑子里有这么一个概念 这是最新的一个 2012年的第一季度的 网络的市值交易额呢 是已经达到了 2336亿 比去年就是说是 第一季度增长了42.8 你看 今年也是所谓的经济危机 对不对 其实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当中 它成倍递增 三倍递增 是太正常的 但如果说你要翻上好几倍 五倍甚至六倍 不可能的事 如果说你的成长规矩 突然间发生巨变 有可能 但是这短线 只能是在两三年 当它这个企业存在五年以后 它的发展规计 它的低增系数 它的盈利 它的销售额 它的营收 可能就是两倍 再高就太难太难 甚至你说三倍五倍 那就是拍脑门说话 不可能实现的事 所以说我把我这观点先抛出来 待会就带着大家 来证明我的观点是对还是错 那2011年第四季度的环比 减少了3.5 我们也可以看到 网络销售的 网络零售 也就是说 网络零售的销售额 依然巨大的潜力 而且中国的这个 家电购买指数 是占第一位的 那截止到2012年3月 我们的B2C这一块 购物市场呢 排名第一的 依旧是淘宝商场 也就是说 京东现在再牛 你在这个B2C 综合排名上来说 你干不过淘宝的 大家明白为什么 对吧 淘宝的成立时间 还有淘宝的这个忠实用户 淘宝本身没有赚多少钱 说这个观点大家赞同吗 就是说淘宝企业 就是说C2C这块 没有赚多少钱 所以说才有了淘宝说 才有了淘宝 成立独自公司 成立填饱商城 所以说很多的这些 原来在人家入住的这帮 扯着挑风骂淘宝 你话说了 你用了接近十年的免费平台 最少七年八年的免费平台 你从来没有骂过人家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是说是天上没有掉蟹饼的 我们在给你免费 开放一些的时候 我一只手伸过来 我另一只手必然会伸过去 也就是当我这扇门打开的时候 我另一扇门一定会给你关上 这才叫符合这个客观规律 它能占到了就是51.3 也就是说它能占到整个 B2C的第一位 这个数据 如果说从上次公司股份划分上来说 它占这个绝对股 对吧 它有支配权 51.3 55质的话是平分 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天猫商城 它就那么牛 京东呢 它排第二 你看它排第二的数字 说白了 它占多少 也仅仅是天猫的一半都不到 对不对 那第三呢 你再看是多少 也就是原来的卓越 现在的叫 更名为一 一直在提倡的 叫亚马逊中国 它才占3.4 那你再看后面那些 你就真的 你想象不到的 像当当啊 凡客觉得挺厉害的 而且当当都上市了 在整个B2C营销份额上来说 比他们来说就更少了 当当和苏宁易购 它是这样的一个数字比例 他们的其他的排名意思就是说 腾讯的B2C 苏宁易购 当当 易讯 凡客成品 库巴 包括新弹王 新弹王是美国的 上次我参加那个 电子商务价格大战 7月22号 那个现场的时候 就是说是 新弹王的副总裁 台湾人 新弹一直在中国 就没怎么发力 说实话 他期间经过了几次转型 就会像团购王 从美国进来 一开始的时候 都吃不准中国的消费群体 也未必他的设计 是符合中国的思维逻辑 那西方的这些国家的网站 要在中国生存的话 他首先说 得让消费者认可他的网站 包括我之前讲的所有的东西 购物体验 对不对 包括你的购物车 包括你的整个流程的流转 等等 要符合就是说 中国人的消费习惯 消费者才愿意在你的网站上 就是不断地去体验 不断地重复购买 为什么就是说一开始在京东购买了 我现在都在京东 都购买了好几万了 你还想到京东来 你比较来比较过去 比较价格是很有意思的过程 也很痛苦 最后一看还是这样子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 看他在买一个生活用品 实在当当是便宜几块钱 但是加上运费也不便宜 或者说当当的确实是便宜 或者当当的确实是贵了 京东的确实便宜 你比如说那个乐扣的杯子 对不对 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流行的那个杯子 就是说 那口一喷开一开的那个 有700的有500的毫升 对不对 然后退出来有情侣装 还有什么家庭套装 三个杯子 连我女儿的都有了 才99块钱 但那个颜色你不喜欢 所以说呢 就是说是 他就是说 在了解消费者的心态 他之所以做那个价格 拿着某一款产品来 这个价格的颜色 这个产品 价格是合适的 但颜色未必是合适的 颜色合适的 未必价格是合适的 所以说我们在纠结的过程上 通过比较 然后再找我们的什么样 性价比 这就明白了 就是我之所以就是说 讲我们的价格 性价比 它真的不是一个概念 不要想到最便宜的 就是最适合的 2012年的5月份以来呢 就是说特别是B2C呢 就是说实际上就开始爆发了 这个价格战了 然后6月18号的京东呢 就是说开始了首轮的大战 当时咱们北京的都知道 在地铁里扑天盖地的广告 就是天猫的 对不对 天猫的商城的 后来呢 当那也做过 京东很少在地铁里做这种 大篇幅的广告 但是说现在刚刚上映的 北京青年 电视连续剧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看 赵宝刚的作品 这个电视 在这之前早就植入了 京东的广告了 也就是说罢了 在里边的几个演员 在我们之前看到的 就是扑天盖地的 京东的广告 最后你一看这些的演员 昨天是亮相首映礼吗 你才发现 弄了八千这几个演员 全是在这个 京东做广告的 就是赵宝刚演的 这个电视剧的广告 所以说它不是偶然的 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 都有它的规律性 它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 推这样一个广告 来推出这样一个电视 第一也是推京东 第二也是推赵宝刚 推他的电视 推这些演员等等 这就是一系列的价值连锁反应 618京东价格之战 也成就了京东 让大家就说是火热到高潮 那这次8月价格战之后呢 我还可以毫无客气地告诉大家 9月到12月 这三个月依然有血淋淋的价格大战 甚至比这个还要嗨 而且要比这个更真实一些 如果说你家里大气的 没买的 大件的 可以在这 9月份到12月这几个月当中 去完成你的 一次性购买 当然了 你提前一定要说 想要什么东西 我建议你先去这个店铺 先去看一看 你喜欢那个型号 先记下来 然后再往上搜 然后再取了你的拼价格 但是京东和苏宁 这个价格是有价格底线的 有的能便宜1000甚至到2000 也就在他店铺里 那望远他通过 意卷的方式 能给你折扣 所以说 你如果说你要是说 真的在苏宁或者是 国美去买的时候 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你那个导购 提前联系好 留给他的电话 然后能给你让到什么折扣 甚至能给你什么赠品 赠品有的时候很关键 对不对 本来你想买一个电饭包 结果赠品来了 这个电饭包不用买了 但是你去上京东 什么赠品没有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要是说 去斟酌判断 那815的这个价格挑战 我在这边只简单地说一点 就是过于注重一种营销方式 大家能理解吧 这就相当于就是 刘行东的一个个人秀 他把这张个人秀的战火燃烧 大家关注互联网的人都知道 李国庆 就是当当的老总 一直在和他劈开 就差一点没骂架了 对不对 陈年呢 就说人家躲在后面 自娱自乐 走的时尚 号称就是说 我中年人的时尚 对吧 那刘强东呢 就是说 我原来写条微博让我删了 觉得对不起刘强东 他用比较二的精神 对不对 咱们北京话实际上 二未必是贬义词 他用这种二的精神 这种执着 这种出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来挑战价格底线 实际上来像这个传统开炮 你看 我做电子商务行 我做传统 也未必差 对吧 虽然的话也没这么说 而且 这一挑战不要紧 让这两个老大 国美也好 苏宁也好 都紧张起来 当股市下跌的时候 他发现 哇塞 我玩不起 人家是上市公司 人家没上市 对不对 你想玩我托死你 后面股东说了 我有的事情让你烧 你去批开吧 所以说呢 京东呢 他有这个底气 才敢这样子 那我们通过这样一次 特别注重有这种策划型的 这种预谋战争 实际上对我们行业人士来说 真的是不屑一顾的 但对消费者来说 很多是不了解真情 都在等 甚至那天 八点多就开电脑 有的给我打电话 我在等着下单呢 我就差提交购物车那一步了 小老师 我行 我说你提交一下 看门是打不开了 他有的在苏宁 真的就是这样了 我提交我再刷 刷不了了 还让我重新再退出 再登一次 我说你看 门是你不提前 可能还好一些 我就因为你这种人 给造成了网络拥堵 其实网络真的会拥堵 说实话 网络不会拥堵 拥堵是我们就是 来迷惑 我们这些傻瓜的消费者的 一种心态 就像空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机场 叫空中管制了 看着有这个航线 有雷达来 真的空中 谁能管住的你 机飞管制了 真的不是空中管制了 而是空中的天气管制了你 对不对 或一个云态 颠簸一个气流 你在这一块行 可能到那片云 通过雷达的监测 不行 或者说你本来 你要到北京机场 然后到深圳 深圳下暴雨 你停不了 我也给大家讲了 就是说我上次 从那个赣州 八个半小时的飞机经理 对不对 本来到北京 不到三个小时 飞的没油了 然后到了济南机场 迫降 北京暴雨 然后在济南机场 就等 耗了好几个小时 最后北京的暴雨 说好了 现在可以了 然后说 空中管制解决了 所以说有的是坐飞机 看着先进 实际上你看看 你两头的时间一掐 还坐动车 动车尽管不保险 但是我们都是在 赌这种生死概率 对不对 所以说 包括我们坐飞机也好 坐这种动车也好 实际上都是在赌 有的人还在画一个石子 然后保佑一下 千万别出事 我还经常看到一些朋友 就在上飞机的时候 拿手机拍一个遗照 万一就是说 有一天我出事了 真的是这种心态 不迷信 但是说呢 在那种心理当中 会有这种过程 那在零周行业 一种新的 它要挑战一种 这种传统的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就是说 一种新的业态 我们把这种 电子商务 可以说一种新的业态 来挑战 我们的传统企业的时候 最有效的突破口 是什么 是低渠道的成本 带来低中端的价格 有的认为 那是低渠道人们 带来高端的价格 或者是高渠道的成本 带来低端的价格 实际上都是低的 消费者认得就是最低 其实这样子 压到最低的时候 消费者才能真正的低 那品牌操作是另一回事了 对不对 就像赌石头 本来可能这个石头 就值几千块钱 我非说它是什么什么的 你两万块钱 你愿意买 那愿赌服输吗 那是另一种层面 所以说一般的 不要轻易赌石 跟赌博一样子 也有人把这次战争 比作成炸金花 所以说就是通过 老刘的这些言论 都可以看出来 一个二的人 用他的这种 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来博得掌声 最后大家愿意 为他鼓掌 愿意为他买单 甚至愿意给他献花 通过这样一个 也是真正的 就是说是 再现了京东 他把最不愿意碰的 大家练实际上 是最难的一块骨头 大家明白这个吧 你从配送脑来说 你京东 肯定抵不过传统 他就用这种 以牙还牙的这种精神 这才是他的目的 我不碰一错 我不让你们知道 也通过这次碰撞 其实也让消费者 真正的明白了 这个价格空间有多大 也就说白了 我们商业新贵京东 和传统的商界老大苏宁 之间的战争 它实际上是社会 也是电子商务的 一种发展的必然 表面上看 这是一个价格战争较量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资本的较量 拼的是资本 当别人都在玩 资本战争的时候 你还在玩销售 肯定是既不如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 目前国美电子商务的 一种什么状态 2011年旗下的电子商务 库巴和国美 网上商城 亏损四个多亿 近四个亿 应该是3.9几个亿 当当去年亏损2.84亿 2011年当当第一季度的 这个净收是 10.836 还是亏 对不对 比去年 这个同期呢 净利润是310万 还是亏 那为什么还要做 还要上市 是不是股值 也是在往下跌 再看看苏宁 大家知道 苏宁呢 它是一个综合类的 它去年的营收呢 是939个亿 这是一个准确值 但是有的也说它 110个亿 就像说京东呢 是的 京东去年也说 260多个亿 但实际上去掉所有的 可能就212个亿 这个就是说是 数据并没有说对错 只是通过这样一个呢 来传输它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也可以看到 它增长的是哪些 它的这个 比如说它的手机 数码 IT 这一块是它的这个 永远是它的一个 一个优势吧 因为它就是做 家电起家的嘛 266个亿 这一块呢 你看毛利 人传统能做到毛利 就是这一块 还能到9.8 但京东做不到 应该说京东 它应该能做到十几啊 对不对 它没有那么多店 不是这么回事 包括它的小家电 对不对 也296个亿 它的毛利 小家电是的 小家电的毛利率 是最高的 就像我上次给大家说的 一个九阳东洋机 干死了一个孩儿 你相信吗 你可能不相信 对不对 这就是说 从它的营销模式 从它的整个价值链上来说 就是这样子 再来看一下京东商城 它在2011年的收入是 212个亿 就是含有流水 就是说是 包括它的平台 因为它有那个租金嘛 还有就是说是 保证金 假如说你在里面犯了错误 保证金可能说不退就不退你了 所以这就叫 它的额外一些流水 还有些就是说 受贿啊 包括对吧 等等都会有 再看一下就是说 这里面有一个 就是说是一个公式 它的配送比 配送费用的占比 其实还是蛮高的 它的渠道成本 目前是10.4 那配送成本 这一块配送费用 包括什么呢 就是说配送和仓储的 这个全部的这个物流费用 那它用5.5的 毛利不是5.5吗 减掉它的广告费 再减掉它的研发费用 最后 再减掉它付的 它现在是付5吗 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技术问题 这块也占它的费用 能占到1.5 但是呢 它净亏损 还是5% 账期呢 就是因为 做这种电子商务的 账期的时间呢 38天算是短的了 像你给当当 给这个卓越 说白了 只要是你不主动的对账 他一般 他一两天 他说推吧 推到下个月 甚至半年不接账 就是这么来的 他觉得它麻烦 如果说你是一个销售非常好的 他给你承诺 我的账期是在30天之内 或者45天之内 合同签是一回事 那违反账期 真的违反一天两天 你说扣那个 也不愿意 因为你进了 人家平台又算不错了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就是 京东和这个苏宁的这个PK 是怎么来PK的 我做了一个表格 大家通过这个表格 能够全面的来了解 这个国美苏宁和京东 以前可能你们不太了解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表格 我们来分析一下 其实呢 国美成立是在1987年的1月1号 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日子 但是呢 他做店的商务 就是说是 从他的那个国美商城 从他那个应该是库巴开始 那时候库巴还不是他的 但是说我们就姑切的说 那会是他的 是从2006年 他2007年2008年 一直在做店的商务 后来就是说是 团队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 就包括后来黄光玉出世 导致的就是说是 他的店的商务延缓 就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 国美电器商城 实际上建了不到两年 那苏宁呢 苏宁实际上就是说白了 他为什么叫苏宁呢 是在江苏 在南京 他不能叫苏京啊 他是一个医医 所以叫苏宁 这个人很厉害的 张桂平 他原来实际上就成立了一个 不足200平的 自己的小店铺 这是他的前身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企业会说 他的企业会成立在1990年 说为什么 就是说没有把人家真正的 这个时间给算你了 所以说你在网上搜 这个数据的时候 很纠结 百度里面没有 就是说 就是说百度搜索里面 就是说 包括他的词条里面 都没有说到哪年哪年 后来呢 我也是通过电话 问到他们真正的高管 那京东大家都知道 真正做电子商务 是2004年 也就在2004年 甚至2005年 你知道京东是谁 不知道 至于刘强东那时候 是做传统 谁知道他呀 都不知道 对不对 这就说八了 一个人一旦出了名 慢慢的就会被人接受的时候 才知道了他 那这创始人就不是说了 店铺数量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国美的店铺呢 应该是1737家 如果说最近这一个月没开 或者没有关闭的 他也有关闭的店铺 大家有没有注意 他现在在建 他那个所谓的体验馆 所以说很多店铺改了 就是说国美体验馆 就类似走这个什么 90后李宁似的 其实虽然我现在 还不能去说 他是不是能成功 但是说对消费者来说 不太关注这一个 但他在这个苏宁呢 店铺呢 是1724家 但是苏宁的销售额 和他的盈利能力 已经是国美的三倍了 现在 那刘强东除了自提店 物流配送的咱不算 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的一家 真正的店铺 这就是说八了 店铺和这个之间的差别 那有那么多家店 肯定就有那么多家产品 有那么多家货 对不对 这就是实力 有几十年的实力 哪怕王光玉出事了 无非就是坐14年牢 但未必真的14年 过不两年 你看他肯定能出来 对吧 那么有钱的人 不可能让他再 好好表现一下 就出来了 那从这个数据大家来看 你挑战这个传统 你挑战得过吗 整个供应链 你有它强吗 肯定没有 甚至这次发话了 就是说海尔布在 给你这个京东合作了 是真是假 很难断定 但最起码就是说 他们在网上已经 发出这样一个言乱了 那如果说真的 京东比他们卖的都好 海尔也不是傻子 对不对 国美好 那好就是说 他在04年的6月 是在香港上市的 那苏宁的也上市了 但是他在深圳A股上市 那他在去年的 这个2010年的销售额呢 是国美是 都算上是1549亿 其销售成本 对不起 我这个就是说 应该有个小数点 是499.91 也就是说罢了 他在这块占的成本 是就占到 接近500个亿吧 那苏宁呢 就是说只有销售额 他们之间你看 同这种销售额 你看实际上没有多少 我为什么说 他的盈利能力 是已经翻过了翻倍了 那2011年 也就是去年的销售额 都说是1100 但是说他的这个销售成本 占的是500多 那在去年的时候 电子商务这块呢 国美实际上就说 大概能占到了 也就是库巴 有20多个亿 我下面会有写的 那苏宁呢 59个亿 但是京东呢 就是说真正的 有212个亿 流水的话 加起来是269 它的毛利率是 为5.5 整个毛利率为5.5 我在这标了一个 这个东西 就是2007的倍数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京东 2010年和2011年 这两年之间的 倍数递增 才2007倍 也就是我刚开始 在一开始总结的时候 一个电子商务的发展轨迹 不能超过5倍啊 甚至3倍 那就有点不科学了 既然做出了那样高的话 这个企业一定是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 它说的话是有水分的 那我们现在看看苏宁 就已经水分出来了 在2012年 就是它预计的销售额 库巴呢 它的前身呢 是世纪电器 也就是说 它是在10年的11月23号 被国美电器给收购了 我之所以说这个 就是说是 国美的这个电子商务成立 要算的是吧 在2006年 是算了人家库巴的 其实国美真正的有电子商务 发展2010年 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就行了 也就是说八了 它呢 控制了它的股份 然后这个 车轨现在出任了 这个库巴的董事长 但据说没干好 可能现在 董事长是撤下来 怎么着 你看看这个数据 它今年说 预计到100个亿 翻了5倍 可能吗 百分之百实现不了 对不对 如果说它把这两个都加起来 就是库巴也加起来 和这个 它的自己的国美商城也加起来 然后再做一些营销测量 和店铺结合起来 有可能实现 那看一下苏宁 苏宁呢 这苏宁是苏宁易购 苏宁易购呢 就是非常狂妄的 就是说它的目标呢 是300个亿 而且在媒体上 就是铺天盖地的 说它300个亿 后来觉得说这话有点满 然后有的时候 让媒体更正声明 我争取到300个亿 但是我保证 我的心里的目标是200个亿 我现在可以毫不客气地 就把话撂在这 它200个亿都完不成 到目前为止 它的上半年的数额才多少 52.8个亿 也就是说罢了 如果说它今年 把真正的目标 假如说定在了200个亿 想完成的话 实际上是翻了四倍多 不是说不可能 可能是什么 它把它所有全国的店铺的 这个自体店 就是说当作自体店 我说和它这个苏宁易购 结合起来 但目前没有做到 现在只是在北上广 所谓的刚刚在北京 某些店铺里实现了 就是和网上对接 并没有全部开放 那它怎么在其他去实现呢 对不对 这就是说它整个供应链 整个电子商务的后台 并没有和它这个真正的接起来 整个ERP改造 要接下来这个电子商务整套的 电子商务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供应链 不可能的事 它没有三五年的再造工程 很难的 包括就是说是 现在大家知道做ERP的 不管是拥有也好 还是经理也好 都不会完成这项实面的 很难完成 那我们再看一下京东商城 京东商城呢 就是说是 今年它的目标也有目标值 是450个亿 它是2.12倍的低增 它符合电子商务的发展规计 所以说呢 传统店铺 这个租金啊 对它来说有没有 它无非就是把这个成本 就是摊薄了 摊到它的广告 摊到它的人力上 然后京东还是有优势的 对吧 这从电子商务逻辑上来说 那2012年的上半年的 整个营收情况呢 在这上面我也说了 就是国美电器商城上半年 10亿的销售额的收入 但是国美呢 其实在这上市的八年呢 它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时候 开始净亏损了 当然它净亏损的原因呢 有很多原因 就是说它不单单是说 因为它做不做电子商务的事情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2010年这个八月 就是说是黄光玉被判刑 然后陈晓大放绝死 然后也给这个闹翻了 出来了 对吧 所以说 然后导致的就是 它的 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啊 包括它的整个 就是说你原来 大家都一块做事的人 你把我这边人都拉走了 对吧 肯定要受损的 就是一个企业成功的 一多半说实话 和人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我待会会讲到 这个营销策略的时候 会讲到人是多么重要 这个人不单单是指我们的消费者 也指我们的员工 也指我们的高管 它是一个综合体 通过这样的表 我们来看到苏宁 他在第一季度 就是说是 他是已经完成了 226个亿 所以说你通过这样的一个 来看的话 他第一季度能完成了这样子 他四个季度加起来 他2012年的销售额的话 就是说完成 1500万 1500个亿 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这样一个数据 不能精确的知道 京东现在的那一个数据 但是呢 我们可以知道 整个店的商务 在第二季度 也就刚刚结束的 这个季度当中 已经交易额 就是说988.4个亿当中 京东的占比 已经占到了多少 15.5 可以见就是在这种 就是零售行业当中 B2费京东这个占比 还是蛮高的 所以说 他是排第三的位置 不容置疑 到年底的话 这所有的数据出来 也有可能会上升 那再看看这个 就是说通过这种 比较我们会发现 租金 对不对 2006年 这个国美的租金呢 就是说是占比是3.52 2011年的时候 就提高了4.38 可能这样数字 大家觉得很枯燥 但是呢 我想通过这数字 来分析什么 它的一个价值规律 就是说租金 06年和5年之后 是发生了什么 转变 租金高了呀 就像现在的这个房价 上升是一个道理 那我们再看 06年这个苏宁 下面来控制的还好一些 苏宁的租金才多少 3.91 这就说吧 这之间有没有回扣 那就很难说了 对吧 就可以看出了这两家的比较 齐落落的一包开 就因为上市公司 要包这个财物的账面的嘛 你敢说我是谈租金的 我从里边不能来小行小会 那不可能的事 对不对 现在是商业社会 经营社会 那京东呢 它虽然没有这些 这个地面的租金 但是说它整个的物流呢 成本呢占比6.6 虽然物流成本放在这里呢 比不是说非常的合适 但是说大家通过这个可以看到 我虽然没有租金 但是我物流成本会增达费用 但当然了 它这里边物流费用 我没有去摊进去 如果说就是说 店铺的加上它的这个租金 再加上它的物流配送的费用 它也未必会低于这个数字 再也就是说 为什么说京东现在的配送占比 还是蛮高的 那未来它的占比 我相信通过控制 合理的有效的控制 它一定会低于5% 一定是这样的 那人工占比 国美和苏宁 那苏宁就是说 从国美挖了很多人 包括一些员工之类的 迅速的扩张它的店铺 苏宁本来就 国美本来就不在请弃 然后这边再给说 多两百块钱来吧 那就来了 就很正常的 所以说这个呢 不为奇怪 OK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这是在腾讯网上 就是说国美 苏宁在这次价格大战的 这个线路和走势 通过这个表格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股市是不是 一片大跌 然后叫停 然后又上 然后尤其是国美 炒股的人 你要炒了国美 你就算在这一天死菜了 对吧 那上面的这个就是说 来说这个事件的挑起 就是说刘强东说 这个京东这个大家店 就是说 三年内就零毛利 你信吗 肯定不信 也就是说 我说这话 我可以反悔 大不了我过两天 把所有微博内容都删了 这他干的事 对不对 他说不开微博了 把所有内容都删了 后来又付出 又开微博 这很正常的 苏宁所以说在反击 苏宁的执行总裁 叫李斌 说实话 他不反击 也得反击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 真是他来的 但是说他没有想到 国美也会挑起来 虽然没有赚到钱 但是说在这次战斗当中 他是赚足了远球 当然了 苏宁的这个流量 翻了几百倍 更牛 所以说呢 在这个供货商团队里面 也就是说外来 供货商是核心 最起码是这些的店铺的核心 也是 京东的核心 也就是说 谁控制了渠道 谁就有可能成为王 这也有可能 对吧 你控制了所有渠道的话 我就说 如果是有一天 那他把它并购了 那如果是有一天 苏宁把 京东给并购了 会有什么结果 未必真的能把电子商务 推向机制 就说 传统的人 要给电子商务的人 坐在一块 电子商务的人 给传统的人洗脑 真的很容易 那如果说 你要让传统的人 给电子商务的人洗脑 我只能被你说服 但我从心里还是 不给你一条心的 真的就是这样子 虽然说就是说 管理团队当中 我们先学会服从 先学会执行 对不对 但是明明知道 你说的是错的 我给你执行执行个屁 肯定不是这样子 再就是说 通过一条的比价 大家能够看出来 这个表 实际上在网上 大家都能找到 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价格 占当中 这是15号的数据 商品 降价的商品 它占了多少 4.2 至于16号 17号 今天就没有人在关注了 为什么 你第一天的数据 都是在骗人了 我还在关注第二天 所以说 恰好这三天 我没买任何东西 因为我是不会买的 即便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真的不会买的 但恰恰像完6月8的时候 京东电信日的时候 我真的买了 那一次说实话 他真的把实惠 给了消费者 你比如说你原来买化妆品 花400块钱 你那天就能花299 买400块钱的东西 你喝老不为 对不对 所以说 有的是真的 有的未必是真的 未必是真的 它有未必是真的这个逻辑 也就是我刚才说了 它比的产品都不一样 对吧 就没有科比性的产品 那我快速度给大家 来分享这里边的一个数据 在8月15号当天 就是说六大店商 都加到了这个大家店 这六大家店商不仅仅是 我们刚才说的苏宁国美 还有这个京东 连当当 库巴 还有这个一讯 也加进来了 要按一讯的说法 本来是我们一讯过生日的 对不对 我们和这个苏宁过生日的 在8月15号的六大家店呢 都在拿着家店来做这个主张 号称是11.7万的这个产品 在这个价格战当中呢 就疯狂的PK 但是呢 仅仅有5000个产品 所谓的降价 而且一点就没了 真的就是说 可能一件产品就一件 甚至两件 不会说批量性的多高 但是消费者不理解 他还想买 还想再等 甚至给客服打电话 客服说现在就是 因为我们卖空了 没办法掉货来不及之类的 就是来推威 要不你再等两天 会把货掉回来 所以不好听的话 京东你再等两天 这货还是没有啊 对吧 苏宁可能再等两天 可能会有 但京东未必 所以说呢 我们在参加这样的一个战争当中呢 就是说是 是否严肃认真的参加了 这是我让强调的观点 一开始我们就抱着忽悠消费者的心态 在那狂言 甚至在那自疑自乐 说大家辛苦了 加油 我已经上午卖了两个亿了 然后就微博紧接跟上了下面 护粉的人也很多 然后说 强哥你好强啊 等等的 再跟着就是营销 忽天盖地的 那国美呢 在这场战争当中 我为什么说他不该加入 虽然他加入了也说也卖到钱了 甚至他的价格 真的是比这个苏宁和京东 确实是便宜的 我比较他启动的机款 但是呢 就他的网站太不给力了 这样一个垃圾网站 卖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一个爆炸时代去 如果说苏宁的网站 苏宁一构的网站不给力 他的网站真的是最不给力的 我是那天在上午的前三个小时 我一直在测试 用不同的浏览机来测他的东西 那进了活服浏览器 这个网站就瞎密了 很多的全部给屏蔽掉了 所以说价格战被之炒作 我觉得是不为过的 在这样的一个价格战当中 就是说是 也掉下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 各种噱头 包括直减直降 但是呢 我们消费者真的变得麻木了 为什么 你说你账价了 你说你缺货了 你说你价格便宜了 我作为消费者没有感知 甚至买了之后 有的一比较 我上当了 甚至大骂京东 大骂苏宁 那通过这样一个调查 发现的就是说 京东苏宁可比的商品不多 实体店的这个产品呢 并没有全部的同步降价 它为什么不能全部同步降价 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一个了 它整个没有在一条线上 怎么全部降价 不太可能的 对不对 它要保证它整个供应链的生态平衡 但是说有一个是真的 就是说影响 访问量真的是极具的分装 在这个访问量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8月15号那一天 网易的有道数据 网易的有道数据 说实话 非常精准的 要比这个百度的一些数据 要精准的多 我倒不是给这个网易做广告 因为在当天的数据 已经可以看到 苏宁预购在9点和13点 它的这个流量都超过了天猫 就是说这种增比 已经就是 在那一天又超越了这个天猫了 当然了 在流量上来说 销售额上来说 天猫是高于京东的 对吧 但在赚足消费者的眼球的时候 天猫和京东还是差一些的 那京东还是稳作第一把交易 但它的流量提升并不是很高 相比较而言 但是说 苏宁提升了多少钱 706% 增了多少 你再看看国美 也不少 463 京东呢 虽然不如它 这两个增幅快 但它也增了132个点 其他的像那个易迅 和库巴都不值得一提的 也发生了这个增变 但很奇怪的 天猫那天 不但没增 还给挤下去了 还下滑了一个点 所以说这个电子商务 这个流量 你要不参与进来 有的时候真的会跌下去 因为所有的眼球 所有的媒体 普天概率的 都在讲这个价格战 李国庆又在这 大队又说话了 就说是 要奉陪到底 我们要根据这种竞争对手 要进行就是说 适当地调整我们的价格策略 所以说他还说呢 第三季度会有价格战 当当 最好是一价格战 它是死开的 我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之前 我们认识的当当 你们可能不认识的 我那时候在巴尔拜 我们做礼品 当当那时候 真的是只卖书的 非常干净的一个老板 那时候 卓越就卖光盘 几乎是不涉及到书 最早的时候 后来的时候 就是说 看到他卖书了 他也卖光盘了 是这样一个逻辑 那时候价格战 死到什么程度 我在这个网站的首页 我把这本书 推到18块9 我推到18块6 就来回的那个编辑 来回的改图编 价格上传 所以说价格战 对电商来说 它是 也是长久存在的 只不过就是说是 那时候呢 没有像现在的人呢 那么聪明 皎洁 那时候人还比较 朴实一点 还懂得所谓的商业 规则的保护 都做自己的品类的 一个细分 也就是很多这个朋友啊 包括就是我们的学生 问到我 小老师 我发现你一直在讲 我们这些大的电子商务 是不是我们这小的电子商务 就不用做了起不来啊 不是这个概念 一个品类的 依然会在一个专业领域当中 你依然能做好你的电子商务 你也可能上市了 虽然说你在这些 大的销售额当中 你不是最高的 对不对 其实看你的商业模式 看你的盈利能力 咱赚不了大钱 咱一年赚个 几百万 然后再几千万 再上亿 这样来也行 别一开始就学京东 京东也不是一开始这样子的 京东原来就卖数码的 对吧 现在什么都卖 现在要变成一个综合类的 那同样 当当也是综合类的 都在卖 苏宁原来就卖电器 现在也是综合类的 他也就是看到了 网站本身的这种渠道策略 然后用综合类的这种价格策略 来打压 就是说是 所谓的 同类 这才是他的真正的目的 包括这个腾讯也说嘛 价格战 会不断地打 他也说了就 9月到12月 实际上就是说 不仅仅是电子商务 也不仅仅是什么 珠宝服装 因为在这个季节段 又是一个换季 也是一个结婚的季节 也是大家就是说是 购买家电 生活用品的一个季节 即便没有电子商务价格存在 他依然会在这个店铺里 也有价格这样存在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但是说 在这个期间 如果说谁把这个价格这样烧得最旺 我是说是最旺 他的娱乐焦点会最多 他的娱乐焦点最多的时候 如果说他再反弹过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就是说 纠结了 我姑且不让他叫合作 叫纠结了 纠结了一些真正的渠道合作商 他有可能在这场战争当中脱颖而出 至于他赚不赚钱不再重要 跟你说实话 现在电子商务都不赚钱 拼的是什么 拼的是资本 对吧 用资本来打这样一场战争 就看谁在后台硬了 就是这个道理